大家請合唱 南謀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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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唯謀節所說今 諸位同學 阿彌陀佛 那首先各位請先打開副表十九 上次有一小段經文 放屁講的 跳過去有沒有講到 就是副表十九當中 離妄想當中的這個離所曲 離所曲的話 這個通門當中的 通門當中有這個六門 最後兩門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再補充說明一下 最後兩門就是 關於極滅 亦不永滅 不死不彼 不以死不予彼 那關於極滅的話 當然我們知道就是 正得極滅無生的這個禮 那一不永滅 就是說並不像二聖的人 正的這個極滅 空定極滅的禮之後 就不再出來了 菩薩的話能夠在極滅的這個禮當中 在生理這個妙用 那就是關於極滅一不永滅 當然菩薩的極滅跟二聖的極滅 所關所證的極滅那是不一樣的 菩薩的極滅是中道 那二聖的極滅是真諦 那二聖因為這個 他只是關於真諦的極滅 所以他就是永滅了 那菩薩的這個中道極滅 那麼在中道極滅當中 自然然能夠雙遮雙照 這個雙遮空有 又同時能夠雙照空有 這是關於極滅一不永滅 再來不此不彼 不以此不以彼 那此就是這個生死的此案 彼就是滅盤的彼案 那 剛才說這個中道是雙遮空有 好這個 此這個生死此案就是有 那麼滅盤彼案就是空 雙遮空有 然後呢 不以此不以彼 好 這個以可以就是說 一 好 這個一 這個一托的一 一 一托此一多彼 那麼一托此一多彼 指的是什麼呢 照料此跟彼的這個智慧 就是說 所以 所謂不以此不以彼 就是說 不僅生死於涅槃不可得 乃至於能夠分別生死與涅槃的這面心也不可得 好 不但所分別的生死也不可得 能分別的心也不可得 叫做不以此不以彼 好 那這段上次 是沒有注意到跳跳過去的 那在這個地方補充說明一下 好 我們接著翻到這個講義的90面 講義90面最下面那個小柱 替出福身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就是在 佛頭他告訴這個 這個 這個攝利佛 這個尊者 好 就說 那個壽食 這個經典 好 壽食為摩截經的這個功德 那當中的 這個替出福身 前面 是探文經功德 這個 說能夠壽食 好 回摩截經的話 亦得善利 好 好 這個是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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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是社里佛尊者的 的開始 社里佛尊者 他說這個 能夠壽食 好 這個回摩截經的 這個總統的功德 好 那 略說他就是說 得 這個 亦得 亦得善利 好 文是盡德 亦得善利 這是 這是略說的 那廣說的話呢 就是底下所說的 曠出福身 曠出福身 我們看到這個 曠出福身 曠出福身 曠出福身有六句 先看第一句 曠父文以信解 受史讀誦解說 如法修行 若有所得使經免者 便為以得法寶之障 好 那 這 這是 第一個 好 第一句 前面講 這個 單單聽文 能夠得到很大的功德 這個 那這個底下 接著說 不但聽文 就不經 好 就像各位下去聽文 聽文之後 能夠信解 第一個是信解 第二個 壽詩 第三個 讀 第四個 送 第五個 解說 第六個 如法修行 好 那 有這幾個 見次深入的這個層次 那就是 這個 這個信解就是說 你 聽文之後 然後 去 如實的思維觀察 如實的思維觀察之後 對於所 聽文的這個理 沒有疑惑的 好 那這稱為 好 這稱之為解 那因為在解當中 那當然就能夠 產生養性真乳的這個理 養性中道的這個理 那就是第一個 這個信解 第二個呢 壽詩 好 壽詩包括壽詩文 壽詩意 文意 文跟意的壽詩 文的壽詩就是說 你把這個 當中的藥具 把它背下來 乃至整部微摩蝶菌背下來 就是壽 壽詩這個文 那意的話呢 就是說 這個 不管你文壽詩多少 這當中的藥意 能夠將它 壽詩於心 好 常常去 不斷不斷的思維觀察 那這個是 壽 好 這個是 這個 壽詩 好 我們這個信解壽詩 讀宋解說 如法修行 這個 剛好就是 這個 無品地子為了這個 無品地子為了這個 這個 五個層次 好 好 第一個 隨喜 隨喜就是包括這個 信解跟受詩 好 因為所謂這個隨喜就是 信解之後能夠 常來 這個受詩於心 能夠以這個法義來修止觀 好 所以這個隨喜就是包括信解跟受詩 好 然後 無品地子為第一個是隨喜 那第二個 讀宋 就是這個經文所說的這個讀跟宋 好 好 然後第三個 為人眼說 好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所說的解說 好 然後 堅行六度 正行六度 就是 如法修行 好 這個就是 無品地子為的這個 層次 好 那我們再接著說明這個讀 讀是第三個 好 宋是第四個 這個讀又是批讀 好 批讀是說 舊的文字來讀 好 但我們講宋經 事實上應該來講是成為讀經 好 舊的文 批讀成為讀 送的話是背送 好 上次我們有跟各位提到過 這個能夠背送的話 那個 那個內心的這個激進 這個受持力量 那個是超過毒 超過毒的力量 所以 毒之後 進一步能夠背送 那更好 就算你不能夠整 整部已經背送了 至少比如說背送一小段 但是背送一整 一整品 好 就像前面講的這個 不盡言為 不助無為 這個整段文 或整個整品 把它背送下來 常常去在心中 去背送 好 這個背送的時候 這個不但文字很優美 這個心情愉悅 那同時這個在背送的時候 這個 意理不斷不斷在衝刷我們的心 好 破除我們內心的我法二職 不斷不斷的衝刷 這個沖洗 好 這個時候 法洗充滿 好 這個是送 他這個在送經當中 背送送經當中 本身就是在 就相應於修觀 所以本身就是在調悟觀 好 所以 這個 古德會很強大背送 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背送 他這個是修止觀 修觀的前方便 因為你在那個送 一邊送的時候 一邊隨便入觀 那這個就是隨隨順 這個 匹伯聖娜的觀 那同時呢 他本身就是在 調悟煩惱 一邊送 好 那 這個煩惱 漸漸的壓約淡波 好 所以 就是說 像一般的如果說 剛開始他還沒有能力修 匹伯聖娜的觀 的時候 可以先從 這個 毒送開始 這個 剛開始不能 不能不能被 就批毒 再來呢 男生能夠被送 那更好 眼睛一閉啊 開始送經 那個 法洗充滿 好 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 好 第四個送 第五個呢 解說 就是為人演說 就是 就是五品弟子 當中的為人演說 在為他人演說的時候呢 那 這個時候 更加深我們的印象 教學相長 好 那各位都有副獎的經驗 各位都知道 這個副獎 好 在副獎當中 雖然只是副獎 不是個人 這個 徹底的發揮啊 但在這個當中 對於你所副獎這段 在這個文字跟意的這個 這個色詞啊 那比起說 只是前面的這個聽聞 好 然後這個信解 那 那深多了 好 所以這個為人演說 這個解說 然後第六個呢 就是如法修行 就是 堅行六度 正行六度 那就是說 前面 透過這個 這個水洗啊 讀誦啊 為人演說啊 這個都是加深 內在 波爾這個種子的力量 那更重要的就是 歷史變心 面對禁忌的時候 將這個波爾智慧 運用出來 那這個就是如法修行 在日常生活當中 行六度 或者堅行 堅行六度 或正行六度 堅行的話就是說 這個 還是以內在的 這個 止觀啊 照料 自說要照料 為主 那麼 正行六度 就是正式的 去歷史練心 好 那這個是 乙的 無品位 好 相應的 這個修行方式 然後呢 若而守得是 禁邊者 變為乙的 法寶之上 好 好 就是說 你要是能夠 得到 這部 為摩折星的話 等於你手頭上 已經擁有了一部 等於你手頭上已經擁有了 這個無量的這個 法寶的寶藏 好 就是說 等於你已經擁有了一個寶庫了 好 當然寶庫你要慢慢來去 在寶庫裡面 慢慢來去 把它取出來 慢慢來用 好 所以取出來拿來用 就是前面講的性節 壽食 還是如法修行 這就等於是 到寶庫裡面 去取寶 好 拿來用 但是呢 雖然取寶是慢慢的過程 但這個寶庫已經是屬於你的了 就等著你去慢慢的去 去 去寶 好 去拿出來用 好 所以我們 我們都很慶幸呢 能夠 學習這個維摩結晶 就等 等於得到一個 法寶之障 好 劇足無量變成 就佛法珍寶的法寶 這個 這個寶藏 好的 好 那 再來就等 就看我們怎麼樣去慢慢的把它給 發覺出來 這是第一句 好 看第二句 若讀宋解釋其意 如說修行 其為諸佛之所胡念 好 這個 前面所說的 讀宋解釋 好 讀宋解釋 讀宋解釋了 還有如說修行 如果能這樣做的話呢 好 那 這個除了 至神的功德之外 再來就是 為諸佛之所胡念 可以得到佛的 胡念 佛的這個加持 好 我們佛教徒 都很希望得到佛的胡念 與加持 好 但是 佛這方面是早就準備好了 佛的大背心 佩滿整個法界 佛的這個智慧 俊足無量無辜的這個善巧方便 但關鍵是重生的這方面 還沒有準備好 很難 就很難接受到佛的這個 護念與加持 就像這個手機壞掉了 物障了 那你這個電磁波動完 充滿整個空間 也沒有辦法接受到訊號 只有你把佛機 只有把手機修好了 才能夠接受到訊號 一樣道理 所以佛的護念是本來就存在的 那觀念是我們 所以透過前面的信結啊 受持讀誦解說乃是如說修行 好 的這種過程 讓我們的心清淨 心能夠入於禮 心能夠入於禮 那就能夠跟佛的法身的禮 就能夠相應 禮跟禮就能夠相應 同類相感嘛 你看為什麼有的人會著魔 因為他的心 的狀態就是不正 就是邪 心邪不正 所以感應到就是邪魔外道 那當然 所以相對的 心要正 按住在這個正念當中 波爾波羅密的正念當中 自然然就跟佛陀的清淨的法身 相感應 這個因果相符合 那麼另外我們可以從批語上來說 就像這個水澄清 就能夠引現出道銀一樣 這個水就是我們中生的心 佛的價值就是道銀 那水混濁的時候 並不是說道銀不存在 只是說道銀 就是淋亂 無法顯現 當水澄清不動搖的時候 這個道銀才能夠清晰的顯現 佛的護念 就像道銀一樣 在這個道銀 這第二句 第三句 其有供養如是人者 當之其為供養與佛 前面兩句都講到 這個受持為莫接近的人 本身的功德 那第三個呢 講到能夠供養如是人 好 如是人什麼呢 就是受持為莫接近的人 也就是佛所呼唸的人 也就是佛所呼唸的人 你能夠供養佛所呼唸的人 佛 這個是滿佛的願 滿佛的願力 那滿佛的願力 祝佛歡喜 那等於就是供養一佛 這第三句 看第四句 那你這個 這個書寫 這個書房當中 當時就是如來 注意之間 好 這等於是 這個請佛注釋 佛陀 這個佛陀 就是 佛陀的法身 注意 注意你這個 注意你這個書寫 這個 精卷的防釋當中 當然佛陀的法身 本來就騙一切出了 只是說 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水 動盪而不現 當然你通過書寫的時候 這個水清 那個影像 就顯現出來了 好 當時啟示 當時啟示 即有如來 好 這個 水清 這個影像 這個道理 好 一樣的 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解釋 那第二 這個 這個 根據文書裡面的解釋 它從兩方面來說 第一個從自身來說 你能夠 這個 受持 書寫 受持 這部經典的話 那 這個時候呢 我 受持的這個人心中 就具足未來的這個 報生佛 化身佛的 因 好 因為你現在在這個受持的時候 就是心圓的中道的這個禮 那心圓中道禮的時候 未來就是 這個中道就是未來 報生佛 化身佛的 這個因種 所以第一個從自身來說 那第二個呢 就 這個我們所受持的這個法來說 所受持的法 就是法生如來 所以你能夠 疏持 透過疏寫 受持 這不 為莫接近的話 那等於設持 法生如來 設持法生如來 法生如來 於中 於中 顯現 好 那 這個是 疏持 那當然其實不止疏持 你在那個地方 靜坐 獨送 修止觀 就如說修行 在在處處 有 這個 依的為摩 已經受持的 這個處所 那麼 此處就 就有如來的視線 如來的顯現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 受持 大乘經典的人 內心有正氣 好 這個 內膜 外膜 無法干擾 因為 本身 因為你所 你所 這個 你所受持的這個處處 其事 其有如來 好 這個地方就有如來的注釋 好 不管從內在的 好 從內在說 好 從內在的這個 自身的這個 好 這個佛性的 這個顯現儀來說也好 從外在的佛陀的 加持顯現儀也好 其事 其有如來 好 看第五句 最問是精能隨喜者 四人格為 切智 合取就是 相契合 相契合 文是精能隨喜 隨喜的話就是 物品為了這個隨喜 就指的就是這個 修止觀 好 隨喜 能夠修 在這個 一直這個經典裡面 修止觀 那這個時候呢 就能夠跟一切智 佛的一切智 來相契合 好 所以 不只是前面所說的 這個 挖在佛的顯現啊 得到佛的加持啊 內在的佛 佛性 也能夠慢慢開發出來 能夠契合 契合 契合一切智 第六句 若能信解此經 乃至一絲句記 為他說著 當之此人 也去受 阿納多勒三摩三菩提記 好 那 這個 從信解 乃至少到一絲句記 就說 唯莫皆經 就算你現在剛開始 你的這個智慧力 沒有辦法整部經 全部奢侈 那 你乃至能夠奢侈一絲句記 也有這個底下 乃至為他人說 也是有這個底下所受的功德 所以 你看金剛經也是說 奢侈一絲句記 奢侈一絲句記 欺負過壁 好 這個 這個福德啊 就遠遠超過 奢侈三千大千十千的眾生啊 乃至他們都能夠成就 哈羅悟漢啊 等等的功德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維莫皆經的學習啊 當然說大聖心 大聖心的學習都是一樣 你說從一開始 第一次學習 甚至第二次學習 就能夠把這個整個布經啊 完全吃透 完全啊 這個 受辭啊 那是不 不容易的 當然你如果說只是 用這個中道理的這個總相 去匯 這個經文 那當然 當然啊 還不是這麼 還不是這麼困難 中道的這個理 雙遮空有 雙照空有 這個理去匯經文 還不是這麼困難 但是呢 如果說像 這個 以智的大師 這個智慧 這種文書 這種開示啊 那你要把這個維莫皆經裡面 它這個 不但是總相 中道義的這個總相 好 了解清楚 同時呢 這個別相 怎麼侵入中道義的別相 那整部經的終止 佛國因果 那佛國因果當中 然後 這個佛國因 不同的方式 好 這個地方 用藏教 藏風二教來說 這地方用別教來說 這地方用元教來說 好 好 那 這個 這個說法的方式不同 好 那像這個 講這個 佛國的因 好 前面就是這樣 好幾種 好幾種 好幾種的方式 好 包括 這個 這個 佛道品 最前面佛道品當中 佛特的開示 好 這個三星啊 六度等等的 身廣之心 好 包括這個 這個儒來種 這又是這種方式 好 包括 菩薩恨平的 不敬畏 不住無為 只有這個方式 道理其實都是一樣 但是切弱的角度不同 好 所以說 你要說 剛開始沒有辦法 還沒有辦法完全 完全移清 好 這個每個切弱角度之間的 維系差別 還沒有關係 好 就是說你只要能夠受持 乃是一世俱祭 好 比如說佛國因果 你要從 這個 這個佛國品 裡面佛特的開示 來設施 來設施也可以 好 那麼你要從 入世說法當中的 某個四句祭 或某段經文來設施也可以 或者 菩薩恨品裡面 不敬為不住無為 但是佛的法身 佛國因果 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 來設施也可以 好 好 那 就是說 你能夠 設施 這一小段 乃是 少到一次俱祭 然後 將這個道理為他人說的話 那 就說 前面講能夠契合一 能夠契合一切 一切 一切 那因此之故呢 可以得到佛的受祭 阿納多達三百三菩提祭 那這個地方所說的 這個受祭 就我們凡夫來說 指的 就是說 這種未發心受祭 未發菩提心受祭 四種受祭當中的未發菩提心受祭 就是說 這個呢 雖然還沒有真正進入這個 這個 這個自良位 真正發掘 可以說正的菩提心 還是這個凡夫 但是呢 有這種 大聲的這種善根 有這種圓頓 這種大聲的善根 所以可以得到佛的 未發菩提心的這種受祭 好 那 這個地方講到 受祠的方法 好 而且這個受祠的功德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受祠的方法 好 從經論來說 劇組有十種受祠的方法 我稱了十種法式 好 所謂的法式並不一定是說 我講進衛人言說 叫做法式 這是這種狹義的 這個狹義的這個 這個定義啊 廣義的法式就是說 像前面講的 你能夠受祠這部經典 所以是這部經典的時候 佛的這個 把這個佛的法身顯現 佛的法身顯現 那這個時候就是 這個 加持這一處 加持這一處的眾生 那這個就是要弘揚佛法 那這個就是法式 好 各位在誦經的時候 在修持觀的時候 因為這部經典的誦經 修持觀 難是行持 在日常生活當中 一個為摩爾街經來行持 那你就是 受祠為摩爾街經的法師了 那這個就是在 弘揚佛法的法師了 好 那至於說怎麼受祠的 世宗法師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 宗編分別論 也就是這個 變宗編論 天津菩薩所造的這個論 一段寄送來說明 書寫供養師 聽讀即授詞 廣說即讀誦 思維即修習 這四個 第一個 書寫 好 這是超經 好 現在很流行這個超經 好 很注意 不要亂丟 這是一個書寫 第二個 供養 供養經典就是說 像我們的佛堂 這個佛堂佛座上 除了供養佛像之外 都是佛寶 那這個供養菩薩像 就是大聖的聖堡 另外呢 你可以供養大聖經典 這個法寶 就是放一部為摩爾街經也好 放一部法華經也好 放一部大聖經典 放在上面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學為摩爾街經 你就供養一部為摩爾街經 放在佛座上 然後呢 你這個蓋經不蓋著 然後你在點香的時候 你就聽到座義 這個供養三寶 供養三寶 那當然包括佛寶的佛像 身寶的菩薩 包括這部經典的法寶 這個是另外一種受食的方法 就是供養 書寫供養 第三個供養就是施 布施 布施施與他人 印經 這個佛經太好了 但是呢 這個外面流通不多 我們可以 這個倡印 倡印這穩定一點 那一次 透過倡印 也是跟這部經 結這個波爾岩 也是受食的方法之一 那 這個第四個呢 聽 好 這個 所謂聽就是說 他人這個讀誦 我們已經聽聞 這個聽 聽他人讀誦 比如說現在都有錄音 聽錄音讀誦 所以聽 讀呢 讀的話這個是 批讀 這個玄奏大師翻譯很批讀 批讀就是看著本能念 批讀 好 再來 第六個 壽詩 壽詩的話就是說 我們講壽詩文 還有壽詩意 好 就是不斷不斷地去思維觀察 好 去不斷不斷地拒絕 這個 這當中的文字跟意的意涵 這個壽詩 第七個 廣說 好 就是為他人說 好 為他人演說 廣說 第八個 讀誦 第八個 讀誦就是這個 背誦 好 前面是批讀這個地方 選上大師翻譯成 奉誦 奉就是一個顏字旁 一個封 封裡的封 奉誦 好 那這個 就是背誦 我們剛才也講到這個背誦 這個殊聖 第八個 這個 第八個讀誦 那第九個呢 是 這個 思維 好 這個是空處 在極境處 如理 去思維 前面壽詩是偏向 就是說 把這個 明據文 經典的文字 是義理 把它攝持於心 先把它記下來 重點把它記下來 受持 思維就是說 一人所受持的這個文藝 去不斷不斷地 去修持觀 觀察 那第十個呢 修習 好 就 就 修學 好 就是實際上去 操作 好 前面是在 這個 激進書當中 去思維觀察 去供養 等等 那修習的話 就是說 面對一些境界 就像 你所思維 先前 在激進書當中 所思維觀察的這個道理 好 拿來用 好 書寫 供養 詩 聽 讀 售詞 廣說 及讀誦 第九個思維 第十個 第十個 提 修習 這十個 那這十個的話 不是說你 你每個都要修了好 是說你 這個 你可以取你 特別歡喜的部分 好像有人特別喜歡 抄金 甚至他這個字特別好 他這個毛筆抄金 都還可以跟人家結緣 好 那或者有的人呢 他特別喜歡 這個 毒禁 抄毒 到了文字來抄毒 甚至有的人能夠送金 眼睛一閉 腿一盤 坐在那個地方 這個 法體充滿的 這個送金 但是或者呢 有人喜歡 為人演說 好 這個 有英言 有人 就為他人 宣說 這個經典的這個道理 後來有的人 他 他就這些都不要 好 他就喜歡 這個獨作啊 去 靜作思維觀察 好 這個是思維 那後來有人喜歡受持 受持 就是說 他就是 喜歡看到一些重要的法語 文藝 把它記在心中 好 那麼有人可能修 這個專攻一種 有個人可能一兩種 兩三種兼修 這都可以 好 這十種 十種受持 十種法師 各位可以把它寫下來 然後看看 哪一種適合你 好 而且同時如果不妨礙的話 可以同時兼修 比如說你 抄金 佔金 加送金 加這個 壽食 四位休息 加供養經典 這些都不妨礙 難是休息 這個都不妨礙的 這個 這個同時並行 當然這當中可以有個主 比如說你 還你常常送金 或是還你常常修其食觀 就以這個為主 其他為福 好 這個是受持 但是 那這個 那 後面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 摄利佛真者 說這個 壽食經典的功德 當然 他能夠這麼說 這個已經超過阿羅漢的智慧 這個 肯定是 佛陀的加持 透過摄利佛真者的 佛陀的加持 好 然後來 來新說的 好 因為這個 這不是阿羅漢的智慧 所能夠 所能夠理解 所能夠 所能夠得到的 好 那麼同時你看 這個地方 後面講到這個 壽食的功德 看這個文字 文字上來說 很像一般智能的流通分 好 一般智能的這個流通分 都會講到 這個 這個 護法神啊 出來這個 宣揚讚嘆啊 菩薩出來宣揚讚嘆啊 發心護持啊 然後 再來講 佛陀會講的 這個壽食這部經典的功德啊 他這個文 講到壽食的功德 很像流通分 但是 在文書裡面 他說啊 這個不能夠說 這個不能夠 歸到流通分 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 這個 說這個壽食功德的人啊 是摄利佛 好 正如來他是在佛的加持之下 說這個壽食的功德 但是他本身的這個 這個 所寫的這個像 是聖文人 聖文人 他是 還沒有這個資格 他能夠承受這個 承受這個大法 圓頓訪問的這個大法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地方不能夠 稱這個流通分 流通分的話一定是這種 這種菩薩 這種菩薩大事啊 然後呢 來 來護持 來流通 好 必須有 有菩薩才會有這個資格 雖然說這麼說了 但總是在佛的這個加持之下 能夠有 能夠宣說這個壽食的這個功德 那這些我們就可以常常去 去思維觀察 可以把這個整理一下 在這當中 你會受持當中 有幾分的福德 幾分的這個智慧 反正到最後可以 有這個福慧 所以可以對他佛的受祭 把這個 這個總整理 當你這個學習為莫結晶 學到快要 快要熄火了之後 或者學到快要 在那邊 盼著盼著 學習趕快結束 這個 可以好好放假 休息的時候 就是 心中趕快 轉回正面 這個 告訴自己 大德 莫做是念 莫做是說 不要這樣的念頭 不要這樣的想法 這個 一方面這個跟法 結了不好的緣 這方面 再方面 你要多去思維 受持 訓習 法的功德 不管你在這當中 能夠 奢侈多少 你看這個經文說 乃是意思俱祭 那 這個功德都是無良無貴 都可以得到佛的受祭 就算是 虛而算是為發心受祭 那也是受祭 那也是受祭 也不是一般的 也不是一般的 阿羅漢都不能得到佛的受祭了 所以 在這個 奢侈佛生者所說的這六句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受持的 受持的功德 我們可以把 記起來 作為 修法的義勒 好 我們 知道有義勒 才會有加行 好 那麼義勒 去透過這六句 去整理一下 幾分福 幾分會 最後得到佛的受祭 好 然後 一時一心 好 常常去鼓勵自己 好 繼續 繼續深入 繼續往前走 那這樣 教材不會說 這個 聽完之後 終於學完了 那個 很辛苦 好 就這樣 丟一遍了 就不管了 那就很可惜 好 接著我們看到 講義九十二念 法公用品 第十三 好 那這個就是正式進入流通分了 那 法公用品當中 他這部品當中 主要是從前面的地勢 這個地勢天 他讚嘆了 這部經典 讚嘆受持這部經典的人 然後 同時發願要弘通 這部經典 從這個地方 佛陀為他應可 同時 佛陀加以豎成發揮 然後接著 佛陀就說明 法供養 那 所以 也就是說 透過 法供養 說明法供養的殊聖 那 也 同時也可以知道 透過法供養 就是最好 護持流通 這部經典的方式 好 因為法供養 在法供養當中 自身 可以得到 廣大的功德 殊聖的功德 同時 這個法供養 也是弘通 這部經典 最好的方法 那所謂法供養 事實上 就是 這個 如說修行 供養 就像康明品說說的 如說修行 供養 以這個為主 利益終身供養 戴終身苦供養 不利行供養 等等的 這就是 依法而行 法供養 那這個是 通通 最不經的方式 好 我們看到 這個 科派 假三 流通分 這個所謂流 就是 從上往下流 就像那個 這個瀑布的水啊 從上往下流 這個叫流 好 那這個 代表什麼 佛的這個 佛的這個教法 加批到一切的眾生 從上加批到下 好 稱之為流 好 那 通的話呢 就是說 沒有障礙 好 那這個 這個叫通 好 流通 那麼 所以流通就是說 佛的法 從上加批到 下面一切眾生 那麼 而沒有障礙 那麼 稱之為 流通分 在經典當中 出 是序分 中間是正通分 後面流通分 出善 中善 後善 好 那這個序分 鼓的屁就像一個人的這個臉 你看到一個人 首先看到他的臉 好 然後 這個正通分就像一個人的這個 這個 這個軀幹 好 這個人的這個 主要的五到六腑都在這裡頭 那麼流通分呢 就像一個人的這個手腳 好 四肢 這個手腳啊 擺動啊 運動 才能夠 帶著這個 這個 頭啊 躯幹啊 往前走 好 所以這個流通分 就像一個人的這個 四肢一樣 好 可以 使這個法 運行 沒有障礙 好 是流通分 流通分有 有兩品 所以分為兩段 好 法功二品是第一 是第一品 第一段 以 顯紅金 之得眾 好 說明洪陽經典的這個功德是很殊勝的 當中分為兩段 秉一 天地 稱探紅金 好 好 這個地方 為什麼 首先是由天 這個天地 好 這個 就是 這個 世體環陰 道立天的天主 世體環陰 他出來代表 然後 來稱探 就 稱探這個法 稱探受持的人 好 然後我發現 那洪陽經典的 為什麼由他 出來做代表呢 好 這個其實 這一些的佈局啊 都是有他的 這個聲音在裡頭的 好 那 首先從 這個表象上來說 好 這個 這個 畢士天啊 好 這個 他是 這個 隨起讚嘆這個法 然後他自己本身想要深入這個法 那同時呢 也想要故事 好 這個 學習這個法的大眾 所以呢 他就站出來 好 讚嘆 讚嘆法 讚嘆人 然後發願 好 那這個從表象來說 第二個呢 從這個 過去的元起來說 好 實際上摩尼佛 剛剛 成道的時候 他是沒有說法 好 因為根據這個 十方諸佛的這個 這個 古字啊 好 就是說 佛陀出世的時候 必須要有人來請 而這個請 必須由 這個世界主 犯天王 還有 這個 道立天 天王 共同來勸請 而且一次勸請不行 一定要二請 三請 才能夠顯現出 這個佛法的珍貴 好 那 必須三請 好 所以這個第十天 跟大犯天王 過去在世尊成道的時候 已經三請 請佛說法 那 他請 三請請佛說法 那 所謂請法並不只是說 請佛到錄裏院講法而已 或請佛講 一次兩次的法 不是的 他們請法的目的是 請世尊啊 未來啊 不斷的為宗生說法 好 是這樣子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心態的刑法 好 那這個 他們當請法的時候 當然可能剛開始 眾生根性不夠 我都先講 只能先說小聖阿含的教法 但是能慢慢的 這個眾生根性 根基啊 慢慢成熟了 調熟了 就是佛陀能夠說 說原頓的法門 乃至說 魂摩羯經 像殊聖原頓的教法 好 那 這一切一切 這一切都是 這個 第十天 這個 前面這個請法的原有而 而生起的 好 那 第十天因為之前的請法 而佛陀在此宣說 原頓的教法 因此 內心呢 歡喜 好 這個也是滿當初他請法的這個意願 所以內心歡喜 所以呢 在這 在這 在這地方讚嘆 發言 酷使 通通 好 這個是從原始上來說 所以由第十天 最初侵法者 站出來講 好 那 這個是跟 最早的 最早侵法的原始有關 那 第三點呢 就是說 第十天 好 為什麼 為什麼是有第十天站出來講話 因為第十天 好 是 看這個大飯天王 都是 這個三界的 好 三界主 就是說 世間的人啊 崇拜 或者崇拜大飯天王 或者 就像那個 這個 這個 姓上帝 他那個上帝就是大飯天王 世間人會崇拜大飯天王 好 好像印度教他們也是 也是 拜大飯天王的 好 認為他這個是世界主 好 這個 神 創造世界 那 或者 崇拜這個 道律天王 好 認為這個道律天王 掌握這個世間 好像 這個 很多民間信仰 也都是 拜這個 這個 天公嘛 這個天公就是這個 道律天王 好 那麼由這個世界主 就是這個世界的這個主宰 出來 代表勸警 那這個世間的人啊 就能夠產生大的信心了 好 就像這個 講白一點的 老大都出來 都出來 刑法了 那比下小弟啊 那當然自然 對這個 對這個法門啊 就有大 就有大的信心了 好 這個上行下行 好 好 所以有 有這幾點的原因 所以在這個地方啊 好 這個 安排 第四天 出來讚嘆 好 那麼 出來讚嘆了 然後這個出來 要 要 發起誓願 要來弘揚 好 這是天地 判那個 稱探洪金 好的這個理由 根據文書來說 有這三點 各位 各位可能會覺得這樣講有點繁瑣 但是我想 其實我們 在講這部經的時候 我們在講這部 講這部 維摩結經啊 主要目的就是 除了要學習維摩結經之外 再來也是 假設這個維摩結經 來學習天台 好 學習天台的教官 而學習天台教官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根據文書的註解 因為文書註解裡面 它就是 就是廣述天台的教官 那 所以我們在講 我們在講經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 死板一點 這當中個人發揮其實比例不算多 很多都是把文書裡面的要義 重要的要義 然後用文口述的方式講出來 為什麼呢 就是拋鑽尼玉啊 把文書的要義講出來之後 各位 懂了這個道理之後 以後有機會 就能夠進入 去看文書 去看文書的時候 深入看文書 一遍看兩遍看 五遍看十遍看 不斷不斷的看 這個時候你對 透過這個文書 對一方面對維摩結經的道理 了解就越來越深入 第二個呢 對於 天台 天台止觀 的這個教法 了解 就越來越深入 所以我們 我常常引文書啊 然後會講的比較繁瑣 是有這個隱隱 為了 第一個深入了解這部經的 佛陀真實意 第二個呢 就是 為了 引導各位以後 深入文書 乃至天台教官 所以有時候講的比較繁瑣 但這個繁瑣當中 各位 各位可以 各位在第一次學習 第二次學習的時候 可以再次把他簡化 就像我們講原由 你知道一下有這個事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們重點 在法共良 這個道理上面 為什麼 什麼是法共良 為什麼法共良 功德殊聖 為什麼法共良 就是 在 弘通 這部經典 這個幾個 大綱上面 在這當中 我們會引了一些文書的一些 甚至之前引那個 這個 會員當時的註解 在蕭文部分 文書沒有蕭文 我們在引會員當時的註解 幫助蕭文 那這些 有時候 內容比較繁瑣 你就自己去 自己去掌握 他的要義 就好了 哪個 哪個 意義當中哪個是主 哪個是伴 你要去把它掌握清楚 就好了 那伴也不是完全 完全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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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而是說你在第一次學習的時候 先掌握這個主 就好了 伴呢 先知道這個事情 沒有辦法全部奢侈 沒關係 先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以後再慢慢的 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學習 慢慢的把它細化 然後在細化過程當中 同時也在不斷的深化 越來越深入的理解 但剛開始的時候 先不要說這麼細 這麼深 先把這個大結構 就像剛講的這個法公量 什麼是法公量 為什麼法公量功德殊聖 那為什麼法公量就是洪洪這部經典 這幾個重點 大綱掌握住 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經文 第一段探法 二是師弟華音 於大眾眾百佛也 世尊我雖從佛其文殊勢力 文百姓金 未曾文此不可思議 自在神通決定十項經典 這個地方三個 有從三個 這個地方 稱探洪通有三個角度 好 來說 一個探法 第二個探人 第三個發誓 這三個重點 後面世尊也是最後這三點 加以豎成 加以發揮 好 看到第二個探法的部分 再探這個法 這個 世庭華音他說 我雖然過去從佛陀還有文殊勢力 聽聞百姓金典 但是未曾聽聞 像這樣子的豎成的金典 那所以呢 前面這個地方所說的百姓金典 指的就是上方別三教的經典 上方別三教的經典的義理 好 那 這個 相對於 這個 就是 相對於文殊勢力來說 文殊勢力就是 這個 不可思議的 未曾聞的 這個經典 好 那 文殊勢力是不可思議的 自在神通決定十項經典 自在神通指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圓頓力所發起的這個妙用 好 這個就是不 不思議解脫的這個妙用 好 好 那 那 然後這個 決定十項經典 就是這個 不思議解脫的這個禮 這個禮 一個是 自在神通之妙用 決定十項 這個 這個 十項這個禮 好 這是第一個讚嘆法 第二個讚嘆人 好 先看第一段 好 是文經功德 如果解 佛所說義去 若我眾生無恩是心法 信解受持 讀誦之者 必得是法不疑 好 先說為什麼要讚嘆人 好 因為 人跟法是互相彰顯的 好 有這個法 的依托 才能夠成就人 對吧 我們依著這個法來修行 才能夠成就 這個人的功德 那 相對來說 這個法的功德是很重要的 抽象的 好 那麼或者說 讓大家覺得 不容易理解的 那怎麼樣去幫助理解呢 從人 來顯現法 從人的功德 來顯現法的功德 就是說 為什麼知道這個法很殊聖呢 你就看到這個受持 受持這個法的眾生 這個人 功德殊聖 所以可以知道這個法的殊聖 就像我們看 為什麼說大聖的法 比小聖的法 才能出聖呢 因為大聖菩薩道 比小聖 出聖 小聖就是 盡量少事少腦 然後最後入於滅精定 不再出來了 大聖菩薩道是 不請滅定 見諸威夷 這個正空 但是而不出於空 在空性的智慧當中 又能夠起種種的妙用 那麼從大聖菩薩的行為當中 這個人 顯現出大聖菩薩的法 絕對是超過小聖的法 所以 這個法 成就人 人 來顯現這個法 所以 人跟法 都讚嘆 這個 互相彰顯 那這個地方讚嘆人 就是說 這個 能夠受食 透過信解受食獨送的話 必得是法不宜 所以必得是法不宜 就是前面所說的 可以得到這個法當中所 說的自在神通 法的這個決定實相 法的這個體用 在人的身上就能夠彰顯出來 所以 從讚嘆人 就是在 就可以看到法的這個殊聖 這個說明功德 第二個 況出如法行者 何況如說修行 四人即為避眾惡去 開出善門 常為諸佛是所互念 先看到這裡 何況能夠如說修行 前面是想到說 內在的信解受食獨送 就像 物品味當中的 隨喜獨送 為人演說 這幾個 何況如說修行 就像見心六度 正平六度 這更深層次的 如說修行 這樣的話 能更深層次的受持 就能夠關閉一切惡去 然後開一些散去 這個惡去 包括 這個六道裡面的惡去 包括 六道輪回本身就是惡去 包括 二聖的果報也是惡去 就成為重惡去 這個戒內戒外的惡去 都包括在內 開出善門 包括人天的善 包括二聖的善 包括菩薩的善 那 一個是從 消極的止善來說 必中惡去 又從積極的行善來說 行善就是更積極的 這個創造 行善來說 就是開出善門 然後 或者 一個從止 從止的角度來說 必中惡去 從觀的角度來說 開出善門 那 其實我們 我們先了解 必中惡去 開出善門的基本定義 然後再去分別 再去分別它的差別 一個止善 一個坐 一個行善 行善或是我們的坐善 好 那 一個是屬於定 有屬於慧 好 這個是 必中惡去 開出善門 這是第一個 再來呢 常為諸佛是所 互念 好 可以 可以得到這個 佛的這個互念 這個 得到佛的互念 可以從事項上來說 跟理項上來說 事項上來說 就像前面講的 水清 隱就顯現 我們能夠受持這部經典 內心清淨 內心清淨 那麼 心水澄清 佛的加持 隱向 這邊顯現 就從事項上來說 互念 第二個呢 從理項上來說 諸佛是所互念 就是這個佛的話 指的是我們內在的這個 這個正念 絕照正念 佛者絕也嘛 絕照正念 我們能夠 這個性解受持 內心這個止觀 這個絕照不斷 內在止觀的這個絕照不斷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絕照力 直觀絕照力的這個 互念 而能夠 這個呂普德的消淡免難 那這個絕照力 這個這個直觀的絕照力 就是內在佛 所以這個 我們看那個 普行菩薩十大願望當中 就這個解釋 那個 請佛術士 清專法輪 常遂佛學 從事跟理 這些都是一樣 可以從事跟理上來解釋的 從事上來說 是外在的佛 從理上來說 是內在的佛 請內在的佛 請內在的佛 注釋 請內在佛 轉法輪 常遂佛學 常遂內在佛 而學 好 那就從事跟理 這兩個角度來說 常遂佛 這所忽念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好了 好 下下文常 付代來日 回向 各位選合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頌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吸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下個